飞车枪降见惊见街头 是什么让飞车贼如此猖狂 警官 警官 我的前辈抢了 他们又是怎样飞出惊风的法眼呢 欢迎收看本期平安三流 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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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前辈抢了 什么警官方案说 能不及吗 十二万 别老师 别老师 也是八十一 好好说 好吗 能不及吗 十二万 我的前辈十二万被抢了 帮我选想办法 报警人马仙人称 最近下午五点多 在浦阳路建设银行取出十二万元现金 准备携带去办事 由于办事地点离银行不远 他就选择了故行 当他走到勒尔玛超市门口的人行行道上时 一幕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两个骑摩托车的男子驾车 抢走了马仙人的手提包 夺路而逃 除了十二万元现金板 手提包里还有马仙人的身份证 银行卡以及一部手机 由于这起案件性质恶劣 接到报警后 文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立刻要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 在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 马先生从银行取出钱后 监控录像中有两名男子 就一直被随马先生骑着摩托车 慢慢前行 一开始的时候 被盯上的时候 两个行业人并没有做 社会人从银行里面 背部就包出来 超市在人行道上走着 人行道上还有 旁边还有许多人走着 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下手 警方又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 而这时 走向超市的马先生 逐渐走到了人行道中间 几秒钟后 马先生周围的行人 正好有了个缺口 就在这时 两名男子立刻抢了包 加大油门 逃离现场 而就在案发半个月前 类似的事件 同样在建设大街上演 2013年6月的一天 李女士像往常一样 早晨骑自行车去上班 因为快到了单位 又在十字路口 所以李女士选择推行进单位 可就在这时 听到自己身后 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呼啸声 而且越来越近 还没等李女士反应过来 她放在车框里的包 就被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 瞬间抢走 这种飞车抢夺 中二分子必须招货 在流伤的车会上 影响非常大 像之前我是滑身多起 长期金箱链的案子 脖子 好多策划人脖子会划伤 也得被拖刑五六米 飞车抢夺 是街头犯罪的惩罚案件 由于作案工具 多选用摩托车 得手率高 逃跑速度快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在全国 平均每一天 都有几百起 飞车抢夺案件发生 犯罪嫌疑人 经常尾随目标人 选择时机 趁机不备 将大量现金和财物 一掐而逛 有的飞车贼 两人同伙作案 去抢汽车代包的女性 由于视频受害人 只顾骑车 他们隆里得手 迅速逃离 而有些更加猖狂的飞车贼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进行凶残的抢夺 这是一位居民 在自家阳台 用DV排下的画面 这是一个 由多人组成的 飞车抢夺团伙 正在疯狂作案 他们一般 多对被挂包的女性下手 趁机不备 进行抢夺 在抢夺失手时 这帮狂伙 竟然开始 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夕 这名女性 被狠狠地拽到在地 这些令人发质的心动 这一幕 心惊胆战的画面 引起各地警方高度重视 701年 5月4日发生了 飞车抢夺团案件 三百亿起 平均每天不到一起 打击处理了一批 审刑飞车抢夺团的 犯罪嫌疑人 如此疯狂的街头反对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这些飞车贼的作案 六多又不是什么 欢迎继续收看 本期节目 接二连三的飞车抢夺案的发生 在令人心惊胆颤的同时 不禁让人们疑惑 到底飞车贼 会对什么样的人下手呢 飞车贼一般下手的对象 有两类 一类是汽车的人 一般是汽车的女性 因为女性大多背包 而且包的比较明显 比较大 其次是 汽车的时候不易察觉 等你感觉到的时候 或者听到摩托车心想的时候 再一选经就完成了 再一个就是 汽车的时候被抢 你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保持平衡上 即使你保持了平衡 或者万一被刷倒在地 等你爬下的时候 飞车贼早就跑瘾了 第二类就是 在大街上背包的女性 或者刚从银行 骑完钱的人 飞车贼趁你不注意 立刻将你的包和钱抢走 这一次 云南省文山市 这伙飞车贼 将目标 锁定在马先生身上 就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马先生装有12万元的手提包 就瞬间被飞车贼抢走 根据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方向 文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立即调取了道路周边的监控 查找犯罪嫌疑人的去向 监控中 犯罪嫌疑人转弯 进了另外一条路 在监控里 消失了 他们两个有普洋路向 卡瓦中路转弯的时候 那个路口的监控探头 有一个死疗 他们两个进入那个死疗地区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两个人出来 所以通过我们分析判断 这两个人应该是本地人可能先到 因为对这个地区的道路监控 有一点的了解 由于飞车犯罪嫌疑人 在监控视频上的消失 警方的破案一时陷入僵局 陈警官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推断这起案件的作案团伙 或许与这半年来 文山市接连发生的 六计万元以上盗窃 和抢劫案件有关 陈警官立刻重新调出 这六起案件的相关文件和资料 2012年12月23日 停放在新平街道办事处门前的轿车 驾驶室车窗玻璃被砸 车后备箱内24万元人民币被倒 2013年3月10日 下沙坝中路已诊所门前 车内28万人民币被倒 2013年4月5日 乡居院小区建筑工地上的轿车 副驾驶为前方的包里 5万元人民币被倒 2013年4月30日 停放在建设路 麒麟园小区大门对面的一辆面包处 驾驶座与副驾驶座中间处的 38000元现金被人抢夺 前四起案件均为车内人民币盗窃案件 而后两起案件的发生地点 均在浦阳路建设银行附近 这个地点与马先生区的银行地址 极其吻合 并且根据前四起案件的受害人笔录发现 受害人事发前不久 均有在银行柜台或ATM机取钱的记录 这个结果让陈警官立刻找到了破案线索 通过我们盗量的树立扒杀工作 以上案件的准央手法虽然有不同之处 但是都存在一个共同点 即案发时段 受害人都在银行提起盗量现金 通过我们分析 应该是犯罪刑警人在银行周边踩点 有针对性的掀起准央明标的可能性极大 另外还有两起抢夺案件复案地点 均在银行附近的公路上 并且指望人数减为两人 通过这三起案件 被害人对嫌疑人的垂直描述 综合判断 这三起案件极有可能是 同一伙犯罪刑警人所为 文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立即截取马先生这起案件中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影像资料 通过组织看守所赞押人员进行辨认 其中一名男子名叫小文 得知此信息后 围绕小文的侦察工作随即展开了 侦察员对小文的社会关系 及平时的活动情况进行了追踪排查 经调查后发现 这个小文无正当工作 经常与另一名男子小涛 混迹于网吧娱乐场所 花钱大手大脚 而二人由骑摩托车到浦阳路银行对面停留的情况 后来我们拿着小涛和小文的照片 让几位被害人进行辨认 其中有两个被害人辨认出 小文的照片横向其中一个犯罪刑警人 通过以上情况分析判断 犯罪刑警人小涛和小文 既有重大的阻碍刑警人 刚刚得到新报 我们布告的两名犯罪刑员在山河地区出现 华上对他们实施招谱 现在登车 一队不在堵截 二队不在堵截 二队不在堵截 经过审讯 两名犯罪嫌疑人对浦阳路段的道路监控信息十分熟悉 当两人飞车逃到开花路口的监控盲区后 立刻将摩托车搬到一辆面包车上 两人随面包车逃离 这也就是为什么飞车贼会消失在监控里的原因 另外 两名犯罪嫌疑人还供述 其抢前是受张正勇和另两名男子猫六和马彪的指使 并且四级车内盗窃人民币案均为该团伙作为 到此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2013年7月25日 文山市刑侦大队抓案组 立即组织侦探员驱车 参望燕山县堂抓捕张正勇 根据张正勇的信息提供 几天后抓案组在马关县坡角镇山车厅的一团店内 将猫六和马彪成功抓获 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在银行门口在那边蹲点 然后就看见有的他只是从银行门口通过 就看到他手里面提了一个包 就是骑着摩托车过去就把它抢了 还有有的他就是出来他会提了一个包 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钱 有的会骑摩托车跟踪他 还有的时候会开车跟踪他 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就动手了 那比如说有人把他的包放在他车上 然后我们就趁他锁门的时候就干扰他 然后他门就锁不上去 我们就趁那个时候就上去把他包提了 他的车门锁了我们有可能会放弃 就照顾有人的话有可能会放弃 有可能会就砸车 至此五名试案人员全部到案 一伤七起案件成功告破 五名犯罪嫌疑人均为云南本地人 初中文化程度 其中有两名未满十八岁 半年来 该团伙在云南省闻山市长区 多次实施抢夺盗窃 总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八十余万元 作案嫌疑人中民属于弱势出 如何在街头防范飞车抢夺事故发生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呢 刚才我们模拟的是个飞车抢夺盗案性场 他们之所以这么容易地抢其成功 是因为这位尼性受害者 存在两点错误 在这里提醒广道电视机器 电视机器的广道观众朋友们 以后走路的时候 尽量走人行道 不要走飞车抢夺盗 这个包最好能吸垮在胸前 引离飞车抢夺盗 这样就能尽量避免 此类案金的防范 如果你去这个车的时候 包不要放在车罗里 你不要挂在车堡上 如果这样的话 你的包就容易被抢 自身的安静也得不到保障 如果你从银行取材出来 数额比较激道 一定要观察一下 有没有人跟踪和什么异样 开车的朋友 如果你要离开车之前 请停下一下车门窗 是否关好 再用手确认一下 以免才会丢失 在这里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 特别是女性朋友 一 在路上行走时 包要远离 飞机动车道一侧 最好能斜垮胸前 二 骑车在路上 不要把包放在车楼里 也不要挂在车板上 三 从银行取权出来后 要提高警惕 观察周围情况 以免被人跟踪 最后 人离车时 一定要确认 关好车门车窗 以免给罪犯 以可尝之计 2013年5月27日 在山东省早庄市 一住户家中 由于父母一时大意 将两岁爸的小孩东东 放在洗衣机内 导致东东一时无法脱身 当山东省早庄市 消防支队赶到现场后 救援人员发现 东东是半跪在洗衣机的滚筒内 由于受到惊吓 和挤压的疼痛 任凭救援人员如何劝说 东东仍是哭得撕心裂肺 为减轻东东的痛苦 指挥员决定 对洗衣机进行破拆 由于滚筒质地坚硬 救援人员立即使用切割机 对滚筒进行切割 历经半个小时 东东被成功救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